最近关于疫苗副作用的新闻很多 国内的官方也刚刚做出了解释 说起疫苗的副作用吧 即使是目前排在世界第一的 美国的这个辉瑞莫德纳疫苗打了以后呢 它也都会有副作用 比如说发烧呀 肌肉酸痛呀这些症状 但总体来说 这个疫苗打完以后呢 是没有太多问题的 不过呢也不是说 所有的美国疫苗都是安全的 那前段时间呢 美国呀就阻止了强生公司的 这个新冠疫苗的接种 然后官方给出的消息吧 就是强生的疫苗接种以后呢 存在患上罕见的这个 明显综合症的风险 可能会危及生命 截止目前吧 全美共报告了60例的这个 接种了强生疫苗以后 出现的这种血凝综合症的这种病例 已经有9个人死亡了 其实呀作为老百姓来说吧 接种这种新的疫苗的时候啊 多多少少呀都会担心安全问题 早些时候吧 辉瑞疫苗吧 它也传出过接种以后 会引发听力受损 心脏不适的传言 弄得很多人呀都不敢接种了 不过后来啊 看到美国总统接种啊 都和老百姓是一样的 想想吧也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了 只能说是疫情面前 人人平等吧 总统都带头打疫苗了 也确实给大家增添了 接种疫苗的信心吧 关于疫苗的话题啊 今天就跟大家简单的聊这么多吧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留言 谢谢大家